共产党为什么无法接受台湾独立 如果是执政合法性的原因 它已经掌握了足够强大的军队 完全操控的民意 为何还需要顾及执政合法性 我觉得执政合法性肯定是一方面 就是说 我说两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中国人所形成的大一统的观念 这个是客观存在的 就是我们可以批评这种大一统的观念不正确 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 它就是这么塑造人的历史观的 那么今天的这些中国领导人 他就是接受了这样的历史观 中国认为 中国这套历史观认为 统一要比分裂好 那么历史上的那些封建帝王 能够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 都是能够完成统一的 而不是制造分裂的 所以这些中国的领导人 首先他自己作为国家领导人 他有追求历史定位的冲动 因为这些人已经爬上了权力的金字塔 再往上面 权力已经到了顶峰了 在上面已经没有可超越的地方 但是他们想要追求什么呢 在这个登上权力顶峰之后呢 他是跟历史上所有的那些封建地帝王去比肩 就像老毛写的那首诗词一样 秦皇汉武略书温采 唐宗宋祖扫兴公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汉 只是万公舍大骄 为什么 他的内心中 他实际上是在跟秦皇汉武相比 甚至他认为 他比秦皇汉武还要了不起 所以他比肩的是那些人 那么他跟那些人比是什么呢 比什么呢 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开枪拓统的时代了 但却是一个可以完成统一的时代 一代要是把台湾统一了 那他们不就是跟历史上那些伟大的千古帝王 可以并肩而立吗 再过一千年 再过两千年 人们在谈到这个时代的时候 也会说 哇 你看 那某一个人他完成了统一 因为你要知道 后世的人对前世的那些封建帝王 他们所做的那些刻证是没有感受的 因为他们体会不到刻证给他们带来的痛苦 但是他能够感受到那些帝王所带来的那个荣光 仿佛这个荣光也能够传递到他们身上 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 就是这些人本身有追求历史定位的这个动力 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说对合法性 这个合法性 其实大家可能小看了 为什么呢 这共产党的合法性是论述出来的 我过去经常讲 这论述出来的合法性 它必须是拥有无比能力和拥有无比正确的 那么如果你解决不了国家统一问题 其实就证明你的这个论述本身缺少束缚力 你不是说你非常正确吗 那么为什么台湾人不愿意跟你统一呢 为什么台湾人想要独立呢 所以台湾人想要独立这件事情 对中共的这个统治合法性就构成了威胁 因为按照他的论述逻辑来讲 那中国共产党现在非常了不起啊 这应该是四海归心啊 应该是这个望风 望风这个不说而详了 就是应该怎么说呢 就是应该主动的想要接受中共的领导 这才正常 按照他的论述逻辑 你看我们把祖国治理的这么好了 是不是 这台湾的这些老百姓也应该心向祖国啊 这才符合共产党的论述逻辑啊 但是假如你这个时候你要独立的话 那就证明 你的这一套整个论述体系都是存在 都是存疑的 还有一点有人说 他已经用了这么大的军队了 然后他也统治了这么长时间了 那为什么不愿意让台湾独立 是因为台湾还没有独立 因为没有独立 所以实际上对他的统治的合法性本身 没有构成实质性的威胁 但是一旦要是真的独立了 那对他的统治的合法性的威胁 才会显现出来 也就是台湾问题可以搁置 就不统 暂时没有独立 暂时没有统一 但他绝对不会允许台湾独立 因为一旦要是台湾独立了 他就需要构建一套 非常复杂的论述体系 去接受这个东西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以 在这个体系中间建构起来的 所以在我看来 就是台湾独立这件事情 从中共的角度来讲 它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绝对不可能接受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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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